一颗颗翠绿蔬菜 娇小可爱充满生命力 停泡农季Nice Cream 美蔬菜厨房创办人 罗信仪与罗蒂营 以健康与环保理念出发 在新营区高楼内 打造一间纯净无污染的植物工厂 它进行消费者 跟我们植物工厂这个产业的距离 就是把我们剩下的空间 把它做一个餐厅设计一个概念 会发觉这个产业 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食品安全 是息息相关的 毕业于理工科系的良姐弟 御用既有的工程概念 将农业工业化 建造占地60坪的无城厂房 具有环控中央系统的LED照明灯 并透过温度 湿度 光照强度 二氧化碳浓度的条件控制 栽种出的水跟蔬菜有40多种 主打无病虫害 也不需要水洗就可安心使用 植物工厂基本上这些个条件 你阳光太大它也不怕 它雨水太大它也不怕 风大它其实它也不怕 保护的一个环境之下 植物在最好的一个生长环境 透过室内的栽种方式 不仅让农作物避免气候危害 达到全年稳定生产 更能栽培出品质优 营养多无农药无重金属 低硝酸盐的健康安全蔬菜 邱县长也协同县福团队 特地北上取经 新竹县在邱县长领导的效力之下 非常好的区位 然后能够跟台大的团队来合作 然后相信可以在里做出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的工厂 推动出一个相当的方案跟计划 我们新竹县政府的团队回去以后尽快的速度 心动不如行动 我们会尽快的研究 配合我们整体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食物工厂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一个科技 我们应该要怎么融合 去把它结合起来 共同来努力 新竹县推动科技农业 辅导农民产业转型 朝向生活发展 未来将引进植物工厂 增加就业机会 提升农业产值